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十大这个频道 俗语有话 不怕生坏名,最怕改坏名 不过,在现今互联网的世界 如果你想做网红,想成功的话 可能就要改个怪名了 接下来有十个拥有怪名的动物 哪一个最吸引你呢 耶稣蜥蜴 除了名字好像可以施展神迹之外 其实它真的有特异功能 它们懂得轻功水上飘的功夫 可以在水上面行走整整4.5公尺 因为它们那双腿摆动的速度可以很快 所以就不会打破水的表面张力了 食骨鼻涕花虫 叫做鼻涕虫 名字好像很弱 但其实它们是来自1亿年前的食库动物 曾经吞噬过当时的海洋霸王 蛇颈龙的尸体 鸡龟 这个令我想起一个广东话的急口令 ка也是现在很多亿加已经那些鸡 群牙伏鱼 不過首先要說清楚 其實這條片的所有圖 都沒有經過Photoshop 無論樣子還是名字 這條紅唇蝙蝠魚 我都覺得好像在Pokemon裡面的生物 熊貓螞蟻 名字又有熊貓,又有螞蟻 不過原來熊貓螞蟻 是隸屬蟻風科 牠們其實是一種 沒有翅膀 沒有神神的風類 只是牠長得 比較像螞蟻 諷刺大口魚 為什麼會叫這個名字 真的不知道 會不會牠的性格很囂 經常要嚇人 小飛像章魚 直接用迪士尼卡通人物的名字 其實我又不會覺得很奇怪 看回牠外形 反而覺得很可愛 很貼切 雪糕捅蟲 雪糕捅蟲 牠有這個名字 應該是跟牠的身體的外形 好像雪糕捅一樣有關 不過我個人認為 其實看真點 像彈卷多些 粉紅仙女求魚 粉紅仙女求魚 嘩 說到粉紅色仙女美化成這樣 其實我覺得牠只不過是像一顆 吞拿魚壽司 你們說像不像 陰莖蛇 聽名字 大家都覺得可以想像到牠其實是什麼樣子 雖然這條影片是一條資訊性的教育影片 但是我都怕Youtube會誤會黃標了這條影片 那就沒人了 所以都是 censored 了一張圖 如果你真的要看一下陰莖蛇的真身 你自己去Google一下 是不是想看多些有關動物的影片呢 如果是的話 不妨留言告訴我 那我就可以做多些 除了留言之外 大家都可以給個like 按分享 按訂閱 按訂閱 小鈴鐺 繼續支持世界十大這條頻道